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健康掌门人宋佳琪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持人郭磊 这里是由广东卫视和广东省卫健委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有道 当然首先还要欢迎的是我们今天做客健康有道的专家 广东省中医院突息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许宁基 欢迎许主任 许主任你好 主持人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情报员 爱一切更爱养生的娜威老师 最美的资深情报员 寇乃馨老师 耶 大家好 最爱高科技养生的大哈 哈喽 大家好 话不多说赶紧来了解一下本周的健康热点话题 冬季咳嗽背后的隐患 咳嗽呢是我们很多疾病最常见最早发现的一个症状 有些呢还会出现危急生命的一个情况 冬天咳嗽特别可怕 是因为你刚开始你只是一两声的咳 比如说你可能只是想听听嗓子 你咳着咳着呢就会咳不停 我听别人说你不要问是谁啊 但是我听别人说我睡觉的时候会咳嗽 咳嗽就应该和感冒有联系 我在学校当红十字人员的时候 只要同学一咳嗽我就给他感冒药 零不零不知道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带来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三类的咳嗽 常见的咳就证明它发病率非常高 是我们常见的支气管炎 刚才娜老师也讲是不是咳嗽就是感冒呢 我们最常见的感冒也是上午吸道感染 那支气管炎呢就是到了下午吸道 那上午吸道感染呢它除了咳嗽咳痰以外 会有鼻塞流涕等症状 那我们今天讲的支气管炎 它的咳嗽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整天的咳 而且它的咳嗽的痰呢是比较多的 那同时呢它可能会伴有发热啊 咽痛啊鼻塞啊流涕啊等症状 那它相对来说积极地去治疗 它也很容易痊愈 脑人其实就是烦恼 那它因为病情缠绵难遇 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 那是什么病呢 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一般来讲它是早上起来咳得多 它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的时候 它要咳很多痰出来 它的痰呢一般来讲是粘稠的白色痰 同时还会伴有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活动后的气粗 它以前可以上五层楼 现在上三楼 它就开始觉得呼吸困难 那更严重的时候 甚至可能会出现脚肿啊胸闷啊等症状 哇这个我们要关注 最危险到底是什么 我们中医讲哈 就是五脏六腑接令人咳 非毒肺炎 所以它有一个胀气 也会引起咳嗽 而且呢它会有生命的危险 给我们带来很严重的隐患 心脏 心脏 对 那就是心圆性咳嗽 一般来讲都是有慢性的 一个心脏的基础疾病 比如说冠心病啊 高血压病 心肌病等等 那它的咳的特点呢 就跟我们前面的咳嗽不一样 它是以夜间咳嗽为主 那病人呢 躺下来就会咳嗽加重 做起来咳嗽就会减轻 那同时它也会伴有夜间震发性的呼吸困难 它睡睡觉突然间因为胸闷气醋就坐起来 而且它的痰呢不一样 典型的心圆性咳嗽的痰是粉红色泡沫样的 粉红色的痰 因为它是肺水肿引起的咳嗽 那肺水肿呢 它肺的毛血管通通性增加 那一些血液的成分进入到肺泡腔 咳出来就是粉红色的泡沫样痰 这样的病人岂不是夜间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了 对 它做起来就会好一点 那我们这样的病人也会让它做高枕卧位 就会垫几个枕头或是靠垫 让它枕头高一点 这样的话呢 它的回心血量减少会缓解它的咳嗽 真不容易 你看这个夜晚睡不着 这个白天睡不着 这个整天都睡不着 所以咳嗽真的不容易 对你看我们刚才说了 冬季咳嗽背后有这样那样的隐患 大家分清楚了吗 若没分清楚的话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来复习一下刚才徐主任教我们分辨的 这几种咳嗽背后的隐患 大家其实也不用那么担心 今天我们三位健康情报员都在世界各地找到了不同缓解咳嗽的健康情报 我可是咳了快要半辈子 因为我先天性的有这个哮喘 其实我小时候咳嗽是家床便饭 我今天带来的方子非常厉害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 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植物 它是生长在一个很特别的水土环境 它有人体所需要的17种的胺基酸跟14种的微量元素 喝了以后就能缓解咳嗽 想不想知道 想 看一下影片 在海拔800到1500米的湘西地区张家界 常年云木缭绕 气候温热 在这里孕育着一种纯天然的珍贵植物 这种植物在湘西土家族已有700多年的使用历史 当地土家人感冒发炎咳嗽烫伤都会用它 它口感独特老少皆宜 长期饮用能全面增强人体抵抗力 趋病强身延年益寿 你知道这种天然保健植物是什么吗 这个见多是广的 那老师 我肯定知道啊 但是我要帮我们澳大利亚的朋友 有道理 我告诉你 是萝卜 萝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你相信我 那老师 在那个云雾缭绕的一个神奇的仙界 是 萝卜会不会有点普通 呃 你推荐的萝卜都不 萝卜 张家界的萝卜 张家界的萝卜 云雾缭绕的萝卜 啊 那到底萝卜有没有像呢 萝卜呢也是性偏良的 它也有一些 这个止咳化痰 润肺的一些作用 对 对于痰是粘稠的 一点点黄 暖冒 脂气管炎 早期的咳嗽 能用萝卜做一些药膳 这个作用也还是有的 怎么样 我答对了吧 专制 刚开始的咳嗽 我相信你 因为我看了你 成色的颜色 我长得像萝卜 我觉得应该是橙子吧 因为 不是 因为我 刷 刷视频的时候 就看那些专视频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人 他会拿 这个橙子 以头开个口 然后他就会隔水蒸 然后我就听说 就听他们说 这个对咳嗽很有帮助的 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橙肉 它并没有很好的止咳化痰的作用 但是这个橙子的皮当中 是有止咳化痰的这个成分 那我们用水蒸的过程中 它这个成分就可以溶解到这个橙肉当中 所以我们蒸好了以后 吃这个橙肉 是可以止咳化痰的 我们请乃兴姐来揭晓一下 到底她带来的健康情报是什么 三 二 一 看过没有 没有 也有人会把 特疗心怪 张家界这个天然的植物宝贝 三 二 一 看过没有 没有 这是看的 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叫做梅茶 而且它真的有梅味 怎么样 那老师 是茶的味道 是茶的味道 上茶了 好吧 我们以茶代酒啊 天茶地茶 千喝为敬 好 它有点苦哎 有一点点苦丁茶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对 很像苦丁茶 哎 这个苦的很有生活的感觉 哎 苦 它没那么苦 嗯 甜又不甜 可以在苦中灰干 干中略苦 梅茶确实是可以止咳化痰 是靠谱的 耶 它对于金服菊呢 练球菊呢 都是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它对治疗 急性咽炎啊 治疗管炎啊 感冒啊 这些咳嗽 都是有很好的 止咳化痰的作用 是不是谁都能喝 有什么禁忌力没有 那刚才大家喝也会发现 它是有点点苦 有点苦 所以它性质呢 是偏凉的 平时就是很怕冷的 虚寒的脂质 这个不合适 女性在生理期那也不合适 那还有一些怀孕的妇女 也不合适喝这个梅茶 在新冠疫情期间 也有人会把梅茶 放到这个中药煮方当中 治疗新冠的病人 为中医鼓掌 为中华文化鼓掌 说到了喝 可以缓解咳嗽 很多朋友都会想到 止咳糖浆 还有一位热心的观众 跟我们诉苦 他说健康小编 你好 我是你们的中坟 前两天气温下降了 家里的老人开始咳嗽 我就给他喝了家里长辈的 止咳糖浆 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导致了老人家 进入了ICU 最终的诊断 结果是器官衰竭 特别想求助一下我们专家 我们还能够在家里面 被止咳糖浆吗 那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止咳糖浆呢 它大部分都是复方制剂 一般中药的止咳糖浆呢 有一两味药 大家可能还是要引起注意 一个就是麻黄 那么它呢 是有很好的骨壳 平喘的作用啊 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会引起心率侦态 有些心脏基础疾病的一些患者 如果他喝了几种止咳糖浆 里面都含有麻黄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 新功能的不全 就会有生命的威胁 那还有一个成分呢 要引起注意 就是婴树壳 它里面就是有 可带因啊 麻菲的成分 所以它是有成瘾性的 所以青少年和儿童 是不要喝 还有婴树壳的止咳糖浆 那么还有些西药的 一些止咳糖浆 比较容易放的 就是抗过敏药物 它会有一些失碎的作用 汽车司机 或者高空作业的一些病人 就是人群呢 那喝这种止咳糖浆 可能是要适应 它可能会出现危险 如果不能常备 这些止咳糖浆的话 咱们还应该备 一些什么样的止咳药啊 治疗咳嗽呢 首先是搞清楚病因啊 那就算是 我们说最常见的 支气管员 那它的咳嗽 也主要是分 寒咳和热咳 比如说我们可以 冲过这个痰的颜色 白漆痰 青鼻涕呢 这就是寒咳 黄脸痰 黄鼻涕呢 就是热咳 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它的功能组织 就备两种的止咳药匙 就可以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饮食 是容易引发 诱发咳嗽的 首先 就是寒凉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冷饮啊 雪糕啊 还有冰啤酒啊 都是啊 这寒冷的食物呢 它会相体味 那尤其是我们前面 讲到寒咳 那更加 或是雪上加霜 除了寒凉 我们看看第二个 应该少吃的是什么 在冬季哈 是 甜 哦 好 甜的食体 它是有些重热生痰 那就痰永远都咳不出来 所以甜是也是要 借口的 第三个我觉得 更要借口 那就是 辣的 哦 辣它是吃了容易上火 第二个呢 我们吃辣的这些刺激 大的一些食物 通过这个咽喉部 会刺激咽喉部 我们上午遇到感染的时候 本来咽喉部就发炎 冲水了肿胀 那这个有次辣的刺激呢 就会加重它的炎症 那就让咳嗽更加剧烈 所以辣也是要避免的 最后一个啊 就是关键词 我觉得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酸的也不能吃呢 天哪 中医讲酸性是收敛的 本来痰就多 你这一收敛的话呢 就让痰变得粘稠 不容易咳出来 所以呢 酸性的食物也尽量少吃 哎呀 你看啊 这又不能吃 那个要少吃 这个又尽量不要碰 那到底吃什么呢 吃什么 我们还是请教主任吧 啊 好香 这个好喝 这个不错 真好喝 橘红是性温的 它有很好的止咳化痰的功效 那生姜也是温性 它有很好的驱风散寒的一些功效 还可以温中健庇 再加上一点蜜糖 它是有润飞止咳的一个功效 同时呢 它也可以调和我们这个饮品 让它口感更好 经过调在一起 它就有很好的疏风散寒 止咳化痰的一些功效 哇那喝完以后觉得嗓子非常的舒服 你看很顺畅很润的感觉 哎呀好棒啊这个 嗯 化痰纸壳的橘红生姜蜂蜜水您学会做了吗 可以用手机扫办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来微信刚才徐主任教我们的这些预防咳嗽的小妙招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位情报员给我们带来健康情报 大哈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哎今天我终于带了高科技的东西过来 高科技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 我从小到大一直在用 对这个东西呢可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如果你在家里用这个家用电器的话 其实你就会感觉整个人都舒服很多了 特别是哪些咳嗽很严重的人 哎那么神奇到底有什么提示呢 我们看看大哈带来的VCR 这是一种高科技的家用产品 这种产品一直秉承着专校环保健康生活的理念 它可缓解你呼吸道的不是 能有效提高内外的空气清洁度 给你创造一个全新环境 到底这是一种什么家用电器呢 刚才有一个关键词的是家用电器 乃兴姐你猜的是什么 猜的是那种雾化的那种真气 医院那种喷喉吗 对因为我小时候只要一咳嗽的时候 医生就给你喷那种药水 或者喷那种盐水杀菌嘛 啊就是雾化器嘛 雾化器 雾化器呢 还是有作用的 哈哈哈哈 那它最有效的这些病病种呢 主要还是之前哮喘 尤其是儿童的这个 过敏性的一些哮喘 咳嗽 慢足肺 还有喘息 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诶我的跟他们想法不太一样 诶怎么讲 我认为呢就是这个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 因为呢 在油烟机的范围之内的咳嗽的人确实是很多的 抽油烟机呢 对部分咳嗽是有帮助的 哦 它就是这个生物燃料烹饪的时候 产生的油烟 它都可能会刺激它的咳嗽 所以抽油烟机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帮助的 主任今天昨天起步我请你吃饭 哈哈哈哈 我都没想到你这么支持我 哈哈哈哈 到底是什么 我们请谁带来的谁来揭晓好不好 321 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 真有用吗 321 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 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 然后我很容易大喷嚏咳嗽 所以那时候我父母给我买了这种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呢 确实能够缓解咳嗽啊 那通过空气净化器可以把我们空气当中 这个房间内的一些 瘤害的粉尘啊 PM2.5啊 PM10啊 这些都可以过滤掉 那减少咳嗽呼吸道的一个刺激 那从而缓解咳嗽的症状 好 恭喜大家带来的空气净化器是靠谱的 耶 谢谢 谢谢 那咳嗽我肯定是肺不大不小的出现了不同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小的测试 能够提早知道自己的肺健不健康 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慢足肺摔查问卷 来看一下我的肺功能有没有问题 我需不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呢 好 过去的一个月内你感到 有没有问题 对不起 我也想干净 合个人 搅子 打扫 对不起 那 我们 做不得 都不得 9 ti 感谢观看 根据这个分数 我们怎么样去辨别 他们的肺是否健康呢主任 一般来讲 我们大于五分以上 就说明你可能会有慢足肺 就是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到我们三位健康情报员 确实是肺功能还是都是比较好的 这个呢只是一个简单的筛查问卷 那在家里其实可以简单的做一些评测 来看一下如果大于五分呢 就尽早到医院去做非功能检查 为进一步的及早治疗打下基础 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位情报员 他们都是安全的 恭喜恭喜 但是我很危险 我接近五分了 但是我前一阵做了肺的造影 没有肺栓塞 这个毛细血管 每一层的风格都很清晰 还目前来看还可以 那恭喜恭喜今天晚上的宵夜就您了 我们的几位情报员已经做完了废功能的测试 如果您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易的废功能的一个筛查的话呢 可以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来给自己做一个废功能的简易筛查 想问一下三位 你们会咳嗽吗 谁不会 谁不会咳嗽 你们懂得咳嗽的正确的方式吗 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他啥呢 通常我会咳的时候会震动这里 就是想排弹 其实想看三位咳嗽的并不是我 是主任 您觉得他们三位会咳嗽吗 应该六十分是可以的 六十分是可以的 才六十分呢 我们大家知道咳嗽呢 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反射 它的目的呢 就是把我们祈祷的一个分明物 或者是异物排除体外 那我们这样的时候 怎么要咳嗽啊 第一个 就是咳嗽的时候 深吸一口气 屏呼气 然后捂住这里 对 有效的一声咳 对 咳的第一声 以后你这个弹有可能 因为很粘稠 没有咳出来 那我们再调整一下呼吸 再来第二次 而不是要 咳嗽咳嗽 这样可 它可能就会达不到很有效的一个 把弹液排出的一个效果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确实这个弹在深部 你而且有些人体质很虚弱 或者刚做完手术 哎呀 肚子腹部做了手术 又很痛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用力 啪气动作 那它也可以有效的把分泌物 从下面移到上面来 那这个弹就很容易刻出来的 好 明白了 谢谢我们的主任 现在我们要把目标 转向我们的娜老师 我这个呢 才是真正的高科技 像我们哈先生这个 他撑死了算家用电器 这赤裸裸的启示 是跟那个比尼呢 来 我们看一下短片 在地中海附地意大利 人民的生活健康指数普遍很高 这等于当地人在家常备的一种 体积小又便携的家用仪器 这种仪器操作简便 既可以实时监控人体的健康状况 又对突发的肺部疾病 有很好的预警作用 这到底是什么家用仪器呢 这个你必须答对 这是面子问题了 压力很大压力很大 刚才我们说咳嗽 是跟心脏有关系的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鞋压机吧 两悬压的那个悬压机 我给你提一个引导 就是这个东西跟肺的监测有关系 跟氧气有关系 它有一个值 正值低于这个 你再给氧它还上不去的话 它就得要切气管插管 那已经很清晰了 那又是测 测血氧衣 好 那我们赶紧请娜老师 为我们揭晓她的答案 来 三 二 喂 你真的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这个真的是高克星 来 三 二 喂 血氧衣 哦 对这个就是血氧衣 来我们带一下可以测一下 现在的血氧衣这么小哦 对高科技啊 这个真的是高科技啊 这个 不动机 95啊 哎呦 你现在说哇 你怎么才0.9啊 我才99啊 哦99 那才正准 那才 我看你呢 97 67 97 97 笑死我了 我天哪 你把我给吓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是多少 哦 他不行了 突然降低了 他81了 稳定稳定 心理平衡 你的那个银行密码是多少能告诉我吗 哈哈哈哈 不能 那老师带来的这个情报血氧仪是非常重要的 哦 他虽然不是说用来缓解咳嗽的 但是对于病情的监测 尤其是脉性肺气疾病到了后面的严重阶段出现呼吸衰竭的情况下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测的手段 这个血氧仪呢也叫血氧保护度监测仪 那他主要是用来评估我们体内的是否缺氧 正常是我们一般是在98以上啊 那如果慢性的肺气疾病 他可能因为慢止肺 你像反复的哮喘的发作 他可能会出现血氧的一个下降 他有可能会低于90% 那我们对于慢性病来讲呢 最少都要在93以上是比较安全的啊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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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恭喜 欢迎光过来 欢迎光过来 乃欣姐她为什么会开始夹这个手指 可能会发现数据有些变化呢 就是我们手指凉的时候 末生循环不好的时候 她感应也会迟钝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会凑凑手 让手暖和以后呢 再夹手指数据会更准确 好 感谢娜老师带来靠谱的 这个高科技的方法 这是高科技 谢谢 谢谢 老师 老师 刚刚说到这个咳嗽 除了家里可能要常备一些这样的药物那样的仪器之外啊 咱们能不能够在家里给她做点护理啊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可以讲一讲 第二胸椎第二胸椎 第二胸椎那旁边呢就是这个封门的穴位那封门呢 它就是一切外邪进入体内的门户啊 那在下面这废数啊那这两个穴位 大概我们在暖宝罗还是有一些位置的啊 刚好就可以暖到这个位置呢 那可以有些驱风散寒 只可平反的一些效果 就这个方法是老人小孩都可以用的 都可以的啊 还有一些就是 我们前面也讲到一些慢阻性哮喘的一些病人啊 那长期反复的一个慢性咳嗽 那平时它没有急性加重或急性发作 是个稳定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下面的两个穴位 一个是瓶疏 一个是肾瘦啊 那这个这个腰上面这个地方也可以平常 是可以用于日常调理 可以用来这个穴位的一个疏通 几个简单的穴位 只要找准了 把男宝宝网上一贴啊 真的就可以缓解咳嗽了 如果大家刚才没记住的话呢 可以用手机小方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有更多的健康信息在等着您 除了穴位护理按摩之外呢 那今天我们的专家还带来了一个 可以缓解咳嗽 护肺养肺的终极大招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呼吸八段紧 其中第一个动作是 凝韵静神兔顾膝 双脚与肩同宽 同宽 双手自然下垂带抚琴 双手缓缓抬高 到齐上 掌心向下 身体前倾 用鼻子吸气 屏住气 哈 哈 哈 哦 有没有这种武林高手的感觉 有 那这个归位 那我们这个动作呢可以重复八次 那这个动作呢它是结合了用力的哈气技术 俯视呼吸 缩从呼吸等动作 那对于我们慢性咳嗽的病人 清除气道的分泌物 锻炼呼吸肌肉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下来带来第二个动作 就是穴位拍打 可喘停 嗯 双脚与肩同宽 右手抬起 135度 身心口气 屏住气 拍打 定喘穴两次 然后缓缓呼气 用手归位 然后再左手再来一次 对 那定喘穴呢 是位于背部 是境外齐穴 它是有非常好的止咳停喘的作用 对于治疗慢嘴肺哮喘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 这套的动作呢 它结合了穴位拍打 和呼吸吐纳等功法 那对于缓解和受和谈 是有很不错的临床效果 谢谢 主任教授带来的终极大招 谢谢 好的朋友们 节目的最后 还是要请我们的主任 给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的健康热点话题 冬季咳嗽背后的隐患 正气唇类 邪不可干 在寒冷的冬天 我们只要做到适度保暖 顾护阳气 起居有偿 饮食有节 注意防护 勤洗手 戴口罩 就可以让我们 避免咳嗽的发生 也可以减少咳嗽 所带来的隐患 让我们过一个健康 平安的冬天 谢谢 好 谢谢主任 听明白了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冬季一定要记得 护费养费 节目的最后 要感谢我们的主任 也要谢谢我们三位健康情报员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 再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终 转发 打赏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